说老实话 我在内心深处都在考虑 怎么给他 准一个不一样的婚礼 但是现在我说老实话 我现在就没有这个心情去做这些事情了 我现在 我这个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通行大理 但有的时候呢 在某个经商来讲 我也转不过来 实话实说 不是说要去逗这个气 不是说要去逗这个气 而是说我真的有一些伤心 就是孩子你这么大了 按道理来讲 你应该要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上面来讲 大家能够好好谈一谈 但是 大家也知道 是吧 我也劝了他 但是他就非要 那怎么办 大家说怎么办 你知道我们 我们说老实话 孩子出生 假如说 我们就就就正常的 我们要担多少个月的心 我的心脏 我怀疑我受得了不 这几个月下来 真的你要去担心的 但有的说你没有 有的家人朋友说 没有你没有科学常识 不会没什么问题 你们知道阿伯那段时间喝酒是什么情况 对不对 在他之前 对不对 有的时候喝得来烂醉呀 对不对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面 真的 我现在 我说老实话 我 我一想到孩子这个未来 我不确定醒了 我真的是睡不着觉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孩子不听 沟通呢 你说两句 我的事我来 我知道干什么 他知道干什么 那我们还怎么谈 家人朋友们 也理解一下 我们这个心情 真的不是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 说是检查了 好像就没有问题 是吧 我说了有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检查出来的 对不对 有的时候要出来的以后 什么 你想你如果说 如果说是确实影响这种老 老不的发育 老不发育他能够很好检测吗 我就请问大家 真的心很焦虑的 很焦虑的 我现在想到这个我不敢去想象 当然如果说再过几个月 对不对 出来以后健健康康的 这皆大欢喜 但是我们这几个月 家人朋友们 我们的心情真的 那种煎熬啊 你们是想不到的 家人朋友们 哎呀 晚上好啊 反正也感谢家人朋友们 也感谢家人朋友们 这个关心啊 有很多家人也都担心我的身体 只是说我们现在心里 身体方面来讲呢 吃饭可能稍微受一点点影响 受一点点影响 就确实胃口没那么好 说老实话 吃饭有的时候想到了 就真的没太多心思去 现在真的感觉 感觉不到什么 吃饭有什么味道 说老实话 我也知道这种焦虑 对人的影响 说老实话 我也力争 但有的时候没办法 你会不自觉的去 去 有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是 你真的不要操心 真的不要操心 他说 因为科学 我说了 就是说 有些 我的有些 就是医生朋友啊 什么之类的 有的人说 可能不是那么 经常检查 但是他们也没有够 他们说 他们也都说 还是说 从保险的角度来讲 从保险的角度来讲 因为你不是说 你这个不要这个 你后面就不能够生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就从保险的角度来讲 他们还是认为 我的看法还是有一点道理 是吧 所以说 我现在真的 这个 心情这种 怎么说呢 反正现在跟二号连根 你就没有办法去 去说这个事 他一说就是 他知道 他知道 他的事情 你让我们 这个当父母的 说老实话 多多少少 有一些伤心的 谢谢家人朋友们 谢谢家人朋友们 今天呢 跟家人朋友们 虽然我也知道 比较晚了 我的那个朋友 现在也劝我 他们也都知道 我跟家人朋友们 我确实也应该 应该要跟家人们 聊一聊 我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也让关心和这个 关心我健康的 这个呢 我 目前 健康状态 没出什么大的问题 也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那个 就说 有的时候想到的时候 确实有的时候 不太好睡觉 然后吃饭呢 确实没有以前 吃的那么香 但是应该 其他问题 没什么问题 所以请大家放弃 那么孩子的事情呢 怎么说呢 我现在 我确实也有过不去的卡 过不去的卡 我心里面 说老实话 都念高中了 有福气 有福气 真的有福气 四次通常 五次通常 都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现在 当然怎么说呢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我是觉得 我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是坚持 我是坚持 当然 我也有一点小心思 我也有一点小心思 我也希望 能够 在这个二位的 在我这种坚决 的态度下面 看能不能 他们有一些 这个改变吧 也要改变一些想法 当然 怎么说呢 哎呀 我也不知道 对与错 任何事情 我说了 都没有绝对的 对与错 我只是觉得 我个人这个观点 我的一些想法 可能对未来来讲 可能 可能更好一些 可能更好一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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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家人朋友们 啊 谢谢家人朋友的关心啊 谢谢家人朋友关心 反正我 我现在的 这个 我的态度啊 我的想法呢 我也跟家人朋友们 做了一个交流 做了一个交流 那个 我希望是这个 家人朋友们呢 也能够理解 我的心情啊 也能够理解 我们的心情 哎呀 我往往好的方面 想大家想一想 有的时候真的 我们认的事情 我都说你要有一个 因为它毕竟是 一个潜在的风险 我觉得我们 怎么说呢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去避免 小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